能夠在一登場就獲得全體媒體和所有玩家的瘋狂歡呼的遊戲製作人 可沒有幾個人喔 其中之一就是製作出 Metal Gear 系列的小島秀夫先生 這次他將帶來什麼樣全新的作品呢 趕快來看看以下的報導吧 當小島秀夫先生還在 Konami 任職時 正在製作《沉默之秋》的最新作 還找了主演殷屍露的當紅演員洛曼·尼杜斯擔任遊戲主角 PS4 上的試玩版PT 把全球玩家都嚇破了答案 想不到之後小島秀夫被離其後 整個沉默之秋的計畫都被 Konami 腰斬了 今年E3 PlayStation 的展前發表會上 小島先生的登場引起全場媒體翻呼長達一分鐘 並且帶來了最新作 Death Stranding 的預告 影片中可以看到仍然是由洛曼·尼杜斯擔任主角 徹底展現了小島先生的骨氣 目前 Death Stranding 還沒有明確的情報 只有這段非常小島風格的預告 電玩家蘇佩會為玩家們持續追蹤 就請大家和我們一同聲援小島製作人吧